大家好,我是谢爱萌,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见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红烧牛排骨的家常制作方法 这是新鲜的牛排骨3000克 牛排骨比较硬,在买时最好让商家给剁成块 牛排的肉质非常的厚,而且肥瘦相间 烧制出来的肉质口感非常的软糯好吃 牛排骨在烧制之前要用冷水浸泡20分钟以上 这样能逼出牛肉的血水 然后把牛排骨清洗干净 大葱段100克,生姜片80克 桂皮4克,八角2粒,香叶3片 有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添加干辣椒段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冷水下入做好的牛排骨 下入料酒30克去腥 随着水温不断的升高,水的表面会产生浮沫 这些浮沫是牛肉的血水和杂质 开锅撇净浮沫,飞水5分钟捞出备用 锅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这一步炒制糖色 加入棉白糖30克 咱们今天采用的是纯油炒制糖色的方法 这种方法炒制糖色特别的快 在炒制糖色的整个过程中 一定要仔细观察糖色的变化 因为糖色的火候千万不要炒过火了 炒过火候的糖色烧出来菜品口味发苦 所以在炒制糖色时 一定要集中精力观察糖色的颜色变化 在炒制糖色时最好采用中小火炒制 千万不要用大火炒制糖色 大火炒制糖色,糖色的受热温度不均匀 容易把糖色炒过火候 保持中小火火候不变 慢慢地把糖色炒至棕红色 立即倒入准备好的开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糖色的颜色 非常的红亮 锅中再次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桂皮八角炒制变色 炒出香味 下入姜片葱段炒出香味 下入牛排骨慢慢煸炒五分钟 把牛排骨里油分炒出来炒香 煸炒牛排骨这一步能增加菜肴的香味 烹入料酒三十克去腥增香 烹入生抽酱油三十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锅中下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位置一定要没过牛排骨 加水时可以多加一些 因为牛排骨的炖制时间比较长 下入老抽五克增加颜色 倒入炒好的糖色 下入精盐八克 下入胡椒粉两克 下入香叶 开锅盖上锅盖转小火慢慢炖至120分钟 也可以采用高压锅压制25分钟 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用筷子挑出葱姜桂皮八角香叶 以免影响出品美观 下入鸡粉五克 大火快速的收汁 把汤汁收浓 这也不能让菜肴的味道和香味更加的浓厚 拎入少许的芡汁使每一块牛排骨均匀的裹上汤汁 这样能使菜肴的出品更加的美观亮丽 芡汁勾好以后即可出锅装扒 红烧牛排骨的出品颜色非常的红亮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制 肉质的口感非常的软糯 撒上少许的小葱花点缀颜色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在视频的最后留下你宝贵的评论 你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后续会有更多的美食视频和您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